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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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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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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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會蠻重的吧 可是除了溫白蝶之外 天鵝喜歡吃的是蝸具類的 對 蝸具 蝸具也很多菜蟲 蝸具類 還有葉稻鵝 葉稻鵝也喜歡吃蝸具類的 所以那蝸具也是非常好的生菜 是啦 所以我們就抱著妳吃我的菜 那我就吃妳這個 讓自己快樂一下 所以形象妳第一吹眼的時間 就是一邊走 然後看到菜蟲就抓來 不用到追堵 好 那是一種佳肴 好 喔 真的喔 好吧 阿琴 某些人也沒有 丹龍吃暗用的事情 但是其實因為老師 不只對釣布的動作研究 其實對原理 釣鹽的生態 有一些蟲 蟲害的部分 我覺得要做得通態給它 收起來 是不是老師對昆蟲的部分 有一些研究 有哪一些比較常 在我們菜園出現 像我們菜園裡面 有很多翹翅目的昆蟲 昆蟲 翹翅目的 像包括翹形蟲 還是獨角仙之類的 翹形蟲 這像因為獨角仙的幼蟲 會在土裡面嘛 對 那它會對植物有危害嗎 沒有沒有 一般像翹翅目的幼蟲 它都是吃虎植土 虎植土 對 就是爛掉的 爛掉那些植物 對 它會去吃它 所以對原則上來講 反而對土地比較好 因為它的排魚 是很好的一個 羊分 就跟那個蚯蚓是一樣的 對 那另外現在這個 在畫面上看到有點 這個顏色好像有點繽紛 這個是 好 那是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就是 毒蛾 毒蛾這個嗎 刺蛾科的 刺蛾 這個是刺蛾科的 對 它這樣是非常危險 只要你皮膚接觸到它呢 那上面的鋼毛 你就產生過敏 就是你用某種 有看到毛的 你就裝不著去刺牌 不能去摸它 就是只能用手掌 好 不能用手背 有皮膚的 就是有毛細孔的地方 不能碰到 真的喔 所以會按的名字沒事 沒事 但是我如果這樣子 被它碰到毛 就會癢 對 那樣的是 只能到星期六 還星期天才可以摸 為什麼 星期六 星期天沒事吧 就是抓癢好了 形容真的很幽默 所以其實藥中用毛尊 它把蚯蚓蒼 給它那麼鮮的 給它那麼狡心的 就不要去碰它 對 可是你要把它處理的話 記得就是必須要把它埋掉 埋掉它不會鑽出來嗎 不會 因為 如果你把它打死了之後 就放在地表上 太陽會晒對不對 晒乾了之後 它那毛只要風一吹 萬一你流汗吹上 到你的手上還是一樣 就是跟被活體遮到還是一樣 是一樣的 是 如果它會你看到的 像這個 這個這張照片的是 接下來這是 目前 農民最怕的 叫做鬥元晶 因為它本身會分泌一種 就是毒液 只要你碰到它 它馬上分泌的毒液 那噴到你的手的話 手皮膚會潰爛 皮膚會潰爛 暗氧蔥 然後身體黑黑的 頭圓圓紅紅的 身體黑色的 大概多大隻 差不多有將近兩公分 太暗了 兩公分 它的頭圓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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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創的 太陽會那麼驚醒到的 哇 基本有好多動作的東西 不過那個狀況 它那個 超炎敵度的 重的大介紹 謝謝林老師 從泰國收見 謝謝老師 要問問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泰國基本有好多動作的東西嗎 先休息一下 電話停電順三 休息一下 來好 好暈通喔